花蓮市长魏佳贤 9号晚间前往了光微房 民生以及民运等守望相助队贴红榜 并颁发奖励金 肯定他们在内政部109年社区治安工作评鉴 分别获得优良的成绩 花蓮市光微房守望相助队 在内政部109年社区治安工作评鉴里 获得成长组集优 民生社区守望相助队 及民运社区美轮守望相助队 则在一班族获得甲等的肯定 市长魏佳贤特别在9号晚间 前往三个守望相助队添红榜 并分别资政6000元奖励金 那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看到花蓮市有三个守望相助队 分别是美轮守望相助队 然后光微房守望相助队 还有民生守望相助队 在内政部的评鉴里面 分别得到甲等跟GU的一个表现 那在整个花蓮县来讲 有拿四个奖里面 花蓮市就占了三个 那成绩非常非常好 那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谢谢 这些没日没夜 来为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付出的 选手队的每一位伙伴 那当然也要谢谢他们的付出 除了减轻警察人力的一个负担之外 还有一些压力 那也帮忙很多的民众 可以在夜里面安稳的睡觉 那再只要代表花蓮市民 谢谢我们这些辛苦的 巡守队的伙伴们 那我们也希望巡守队伙伴们 除了在执勤之外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守望相助队员在交通秩序上 协助社区做交管工作 遇到急难救护及灾害防救时 更是得力助手 而近期更将超商的巡逻 列入勤务当中 让超商的工作人员可以安心 避免发生暴力相向的恐惧事件 市长威嘉贤 期盼花蓮市的治安 能透过警政及守望相助队的维系下 让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 花蓮市是一座一居安全的友善城市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